公交迷喜欢旅游 喜欢地理 所以我希望今天找一个旅游体验室这样的职位 谢谢 说是公交迷什么意思 就是说喜欢公交车 喜欢坐公交车到处运转 迷 运转 迷到什么程度 迷到就是说天天就想这个车是怎么走了 然后看见那个车什么今天换了车型了什么的 都有记录 那我如果要是现在随意跟你说 北京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能告诉我怎么倒车吗 可以 国贸出发 我要到旧古楼大街 在国贸坐一路汽车 坐到天安门东 然后换乘82路 就可以到达旧古楼大街 就这么简单 那我还是从国贸出发 我要到银汇寺 先坐地铁一号线 这样不是快一点吗 坐到五颗松站 然后之后呢 您可以换乘运通113线 那我要从国贸一期到国贸三期吗 那您还是坐十一路走过去吧 下车里有报菜名 你给我报个站名 就是坐地铁 从西三期到九个处 沿途的地铁站 地铁没有西三期内站 下车去 下车去 先坐地铁13号列车 往西之门方向开始坐 下一站是上帝 上帝完了五道口 完了植村路 大中寺 西直门 西直门的时候 换乘地铁二号线列车 下一站积水潭 然后古楼大街 安定门 雍和宫 东直门 东四十条 朝阳门 建国门 从建国门换地铁一号线列车 是下一站是永安里 然后国贸 然后大望路 四汇 四汇换地铁八通线 下一站是四汇东 然后高杯殿 广播学院 双桥 然后管庄 八里桥 通州 北院 果园 然后九棵树 太牛了 我问一个难一点的吧 理由吧 从北京 我们假如说到 到新疆的喀纳斯 您可以先坐 从北京西站 坐特69次列车 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 10点13分发车吧 然后在第二天 18点左右的时候 到达乌鲁木齐 然后再到乌鲁木齐之后 到喀纳斯的那种长途巴士 然后也可以坐 那个乌鲁木齐 到伊宁的5815次列车 人才吧 因为我能是一个路芒 所以我一直在听你 我都觉得好崇拜你 因为你怎么会这么熟悉 你是从什么时间 开始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去做这样一个路线规划的 我是从小学六年一开始 小学六年 太棒了 你对这个旅行规划 不知道怎么样 我考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百合网的情侣 想浪漫一下 周六一天时间 坐公交 在北京转一圈 体验一个浪漫的约会 你给我设计一下 来 早上一大早 然后在天桥 等于说天桥汽车站 也是一个很有历史典故的地方 坐917路之一路 公交车可以到达南宫 就是丰台区云港地区 那个著名的世界地热温泉博览园 然后在那里可以买张通票 然后先享受一下 然后同时的话热个身 之后可以选择在南宫西侧 有一个青龙湖公园 属于郊野公园 租一个那种俩人的电瓶车 在公园里头转悠 好 一上午完了 然后中午的时候 在云港地区特色的菜馆 吃完了 吃完之后 再赴云港的西边 西北边这次 在青龙湖公园北边不远处 有一个叫千灵山的地方 坐缆车 登上吉乐峰 吉乐峰是北京市峰台区的最高峰 所以说一览中山小 从千灵山北边出去 有一个怪坡 怪坡的话 就是说看着它是下坡 实际是上坡 体验一下这个 北京还有这种地方吗 有有有 下来之后是借台寺 借台寺的话可以起七福 在借台寺 在七个福 起完福 做九三一路 支回地铁苹果园站 之后就散了 就散了 那你过去 你过去一天一天发多少钱 大概五百吧 五百块钱 下来之后 跟他要五千块钱的线路设计费 好吧 我来 没问题 六千 必须给 因为他将成为你们不合适 为什么 一大早就去温泉 俩一见面 泡温泉 情何以堪啊 什么情何以堪 刘老师真的是想到那一边去 我就真的是 不是 苏叔 苏叔你发现了吗 这就是刘老师 而且刘老师不光我那想 他还特别土 我们怎么了 我们到了温泉 大家赤裸着内心 是内心吗 赤薄相见 多坦诚 对呀 泡温泉是一种保健行为 真是 是保健行为 而且男女都穿着衣服呢 那苏公 咱们不要得了 他太土了 不 我觉得这不合适 不合适 年轻人不合适 好 还去什么极乐风 不吉利 刚认识就极乐了 不吉利 再次强调一下 你找什么工作 我知道有一个旅游体验室的职位 所以说我尽量的话呢 就说结合我的特长 看看适合不适合 我像你这样一个背景的孩子 别的我现在没想到问 我实际表示非常喜欢你 这样 我多问一句 其他的老板说 我能提供什么职位 干还是不干 刚刚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用再问了 你听人家说 你说 切勤你又着急 干还是不干 不干 听到没有 因为今天 总体来说吧 职位相辅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这 比如说我这 任重人也是做体验式的 这个学习和教育 这体验跟我们这个体验 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但都是体验 对吧 我们的体验是干嘛呢 比如设计线路 就是让大家做团队活动的时候 要帮他们找 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线路 最适合做团队建设 团队精神的提升 就要经常带客户出去之前 要自己先出去踩点 这样的职位 有兴趣吗 有兴趣 你看 就是有兴趣了 你对北京市的交通那么熟悉 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说给北京市的交通委 来进行合作 来在你玩的时候 优化北京市的交通 因为我现在是北京市的交通的顾问 对北京市交通委这样的工作 有兴趣吗 有兴趣 赶紧说没兴趣 什么都有兴趣 我其实我也有一个职位 我不知道你感觉 刚才已经pass掉了 不好意思讲 没事你说你说 我想说可以有 有这个陪着司机的那种 你坐在旁边 然后呢 因为我今天来这个地方 就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找不到路 所以说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倒愿意说是私陪 那可以吗 不是私陪 你看 多了三倍 还有四倍 可以 要明硬禁止 让苏红 苏红 有一个说法叫导航员 但是我现在想把它占为己有 就是先给我 指挥指挥怎么走路 上方上方 那目标很明确 可能我觉得苏老师刚才建议 有点那个大财小用 你说一万 因为我们作为年轻人潮流杂志 其实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板块 设定年轻人特有的旅游路线 购物的路线跟其实常规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些都是跟旅游相关 可以结合到他一些特长的内容 这样的做不做 也是可以的 你看嘛 被忽悠 被忽悠 刘晨老板们都喜欢自己有目标明确的孩子 因为你提供的职位太好了 做梦都不敢想 谢欣 我要问一问题啊 旅游田师这个职位能存活多久 多长时间的雇用期限 因为一个求职者在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 要看后续的规划 所以我今天就要站出来挑事 我觉得杜奎和优厚潮流志提供的职位 能在延续性上更好 就这么简单 谢欣肯定会让你是一百年 一百年其实我不敢说 至少我们公司从零六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还会继续发展 才零六年成立的 零六年成立就发展了 我们是细极家园成立多久呀 我们细极家园零三年成立的 我们细极家园才发展到现在 长点就细点呗 生怕被呛了 谢欣太着急了 专业化的人才大家都想要 只要是这个人对自己的专业 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有足够的专业领悟力和专业激情 现在十二位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决定让刘晨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惠普离开 台泽离开 刘雨伟离开 美加离开 竟然还有这么多boss留下来 我以为应该只有我留下来才对 你们不要影响他的前途 刘雨伟离开的原因 那个我对一个小伙子 当一位女士对他说要把他站为己有 他都没有反对的人 我不感兴趣 你是想多了 往转头就走了 对不起 哥们儿是有尊严 我觉得有点像黄欢 有点太过敏了 哥们儿是有尊严 好了 好了 把雨伟的灯灭掉吧 灭掉吧 接下来还有八位留了下来 每位提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谈了都是交通客观 现在我们需要感性的东西 假如你去赏樱花 你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去 你能把这个路 你去赏花这个感觉 用语言描述一下吗 感性的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假设想这样 你和一个你最喜欢最新银的女孩 假设你和他的女朋友一块去 好 不可以 我中文是 那个不会说太多的修饰行词吧 没事 但比如说会描写 那个一块去渔团公园 上樱花节 他的西湖和东湖 什么碧坡万情 然后 你可以再兴奋一点 然后那个树 然后看什么都高兴 什么叫 一说兴奋点 看什么都高兴 我提示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女朋友拉进你这个语言文字里面 不可以 因为他没有 所以你强迫一个没有 你把我拉进去可以吗 大哥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网站上好多东西是编的 对 明明人家没有女朋友 非要有一个 非要说你给拉进去 你必须这么写 以后啊 他们就叫命题做文 主编说你去巴黎 你给我写 你跟一个女的一块去的 那要写好玩了 而且最后一定要上极乐风 哎 这事本来我还挺相信的 对 谢欣岁不能不能用力过度 你所想的那个职业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只有谢欣能够提供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可能想的和实际是两码事 因为他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你这样的人 他需要的是能够描述的人 而你的那个最打动人的是你的那种敬业 或者是那种专业往里钻的那种精神 精准 对 所以呢 这种精神的话 你一旦能够找到其他的 能够让他放大 能够让他这个发扬光大的地方来讲的话 可能会不得了 我认为谢欣的那个职务多半是噱头 不是真正的职务 我认为 我反对啊 我还简单说 我还想一下 你听我说完哈 王友 谢欣人在这呢 你就当着人就这么说 人在这 就真因为在当面说才是真朋友 你有没有就是说呢 很好的文笔 有没有很好的摄影技术 对吧 你问问自己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职位跟你根本就不适合 趁早死了这条心 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机会 我同意 活生生的把谢欣的台给拆了 我想你是否愿意先从北京开始 把你现在所了解的一切爱好 变成具有价值的生产力 我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说 将来就是制定我的公交王国 每个城市大家一块分享公交信息 争取摸清中国所有公交线路 然后呢 做城际公交 比如说甚至坐公交车 就从北京到石家庄了 刘辰你 太好了 你这个对我很有价值 没有 刘辰你说天了 你怎么就要 你的将来怎么又构建一个公交王国 你真是谢谢你 其实 刘辰他感兴趣的是在 我来帮尹方补充一下 其实尹方提供的职位 是个特别高新的一个 未来发展非常好的职位 叫商铺选址 商铺选址的那个人 必须对公交线路 周边物易和繁荣情况 有非常详细的了解 说这一百万的商铺 一千万的商铺 我们买了 一买买二十年 这样的职位非常有竞争力 需要对城市的交通状况 极其了解 这是尹方要提供的职位 你不要 你不要打击完了谢欣 立刻拉了尹方 就开始 我喜欢有生命力的职位 好 现在八位请选择 继续还是离开 孙铺离开了 谢欣 你为什么离开了呢 我好像有点伤心 我觉得她特别 她的一上来定位 让我非常欣喜 最后发现 她其实最适合的工作 是公交 是交通的规划 她一直是在一个 这种 在一个文字层面上 去设计这些东西 但没有旅游的感受 但是我还仍然 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这也是老板们 会有点担心的一点 很多时候啊 技术控 它很理性 它缺乏一些 感性的感染力 还有六位留了下来 主动权已经从你们手上 过渡到了刘晨手上 六位分别说一下 你们能够提供的职业 那个我们有一个 旅游相亲式的项目 下半年开始 是在那个各大城市 做这种周边的 这种旅游的 这种相亲活动 所以想请你做这种 百合网的 周边旅游相亲的 这个项目的 这个参与者 设计 对 冯君 爱国者数码科技 爱国者能够给你提供的是 旅游数码产品 体验师 冯君 这是个什么工作啊 边旅游 然后呢 边体验这些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现在数码产品的话 这个功能性 现在越来越强 他得把这个产品玩透 那么边旅游 则把他的功能也玩透 所以呢 这是两个兴趣 或者换句话说 其实主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要体验的是数码产品 对 其实我觉得 谢欣其实不该放弃 实话实讲 因为要的是这种敬业精神 这种敬业精神 他才23岁 他现在上学的时候 是对公交感兴趣 但实际上来讲 他一旦工作了之后 接触这个社会之后 他会有新的兴趣 他接触的那种新的那种感 我能会有新的兴趣 太狡猾了 在谢欣灯还亮着的时候 冯君跟谢欣说 这工作真的不一定适合他 然后谢欣把灯灭了 冯君说 我的工作是旅游数码产品体验师 之后还饱含遗憾的冲谢欣说 你真的不应该把这个奔给下来 我觉得我们社家公司可以联合批用你 旅游数码相亲体验师 人众人因为做体验室培训 叫外训课程的设计师 其实要设计寻找最合适的这种自然环境 来帮助来做培训 好的 同时你能够不光是让别人去体验 你还有可能改变人的态度 好的 改变人的行为 这是人众人提供的工作 谢谢 来 咖啡之意 可能我提供的那个职位 在所有的老板里是最朴实 也是最务实的 我给你提供的是 北京地区拓展部的商铺选址工作 用你的专业特长来选址 明白这个了 明白了 好 王勇 大家都知道我是顺风车的发起人 我是想改善中国的交通 那么你现在对北京的交通这么熟悉的话 我个人拼用你成为北京市交通改造的规划师 那么你将成为中国公交规划第一人 有没有兴趣 王勇自己都做了好长时间了 到现在自己做的没什么成效 他想拉你入伙 来一万 你下一轮灭灯呢 其实可以先灭掉我的灯 因为如果你选择去逢做里面工作的话 在旅游的同时 其实把你文字和图片整理 你自由赚稿给到我们达之后 我们会按每版大概几千元这样的费用 其实给到你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 其实在权衡 其实剩下几位老板的一个选择 刘晨 你不要以为张一万 是做出来多大的牺牲 让你灭他的灯之后 丝毫不妨碍 他以后从你身上榨取你的价值 认真考虑 现在还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盏灯亮着 走上前去 把其中四家的灯灭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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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别看刘晨年轻 心里面一清二楚 你现在要面对两家 谈钱不上感觉 看着自己的拓展部 商户选址这个主管的 底薪在长沙是三千 但是在北京的话 我们会增加40%的地区补贴 三千的40% 一千二 三千加一千二 四千二 底薪 四千二的底薪 其实呢 如果刚才让我先说的话 我可能是先说试用期六千 但是呢 因为那边已经说了三千了 我要是在红台物价不太合适了 那么试用期的时候是四千 那么转正之后是六千 会不会太狠了你给 我认为专业的 这种执着的 你有坚持能力的 这种优秀的人才 谢谢 冯总我去你那 刘宇伟你打算去了 对不对 我体验嘛 我一直在做体验师 是啊是啊是啊 他那个新产品都给我用 但从来没给我付过钱 我一直那边 为什么冯专出一新产品 说给你用用 我以为那是给我占个便宜呢 你让我体验那么扮 你也没有让我用过你的新产品 你什么时候给我付钱啊 你说我们两个都算是主持人 这不是咱俩 厚此薄彼 你这样的话是没法做了大家 我们俩是老朋友了 咱俩今天是第一次认识 那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熟人给我啊 冯总咱们2006年就认识了 初次认识就问别人要东西 也不算好 有识尊严 是是是是是 来吧 说点人类的事 说点人类的事 来 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冯总 我想问一下 未来社会是网络时代 也是数码时代 然后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码体验师 它的生命周期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您的想法 其实苹果呢 并没赢在技术上 苹果呢 其实赢在用户体验上 这个是现在目前中国的企业和国际企业差别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得有这种特别热衷 而且呢认真 而且热衷于这个事业的人 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既符合你的兴趣 同时也特别符合中国品牌现在的需求 好 知道了 谢谢 刘晨其实是今年大学毕业 对不对 对对对 今天是5月1号 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就要离开学校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了 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大家看到 有多少的老板在抢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大学生难找工作 而是我们每个大学生自身的价值 是否得到了足够大的体现 这种体现是不是在用人方那儿 有足够多的对应点 现在 刘晨 到了你选择的时候了 15秒钟之后 告诉我你的选择是 爱国者 还是咖啡之一 我来选择是冯总 啊 104秒钟之后 10秒钟之后